今天全世界最大的新闻就是伊丽莎白二世女王驾崩 这位女王传奇的一生早就被世人所熟知 这是一位稳定的可预测性的君主 这是一位性格坚韧的女王 这是一位富有同情心和责任性的强大女性 这是一位温和慈祥的老人 她是现代文明的基石 她是英国人的精神榜样 她是值得全世界尊敬的老人 她在位七十年 见证了上百年的历史 她优雅尊严 具有奉献精神 一生致力于为民众服务 她福泽深厚 寿终正寝 如果真的有天堂 她一定是天堂的颜色 如果真的有圣人 她最接近于圣人 这么一位非凡的近百岁老人 就不要有一些标新立异的家伙 出来冷嘲热讽呢 只会显得你像小丑一样 内心窝窜 伦敦桥塌了 屡王之后 英国王室再无辉煌